HELLO 大家好 我是明德 這次又是一個小小的必玩推薦 稍微提一嘴 這個壁雷系列已經更新不短的時間了 除了偶爾會出來的生命孔 其實廠商都是那幾間來來去去 玩的手段也都是大同小異 所以有時候也不見得每一間都會講得很細緻 假設你真的充滿疑惑 可以順藤摸瓜把答案自己找齊 這邊後來發現影片作為有點長 如果有你不感興趣的內容 請善用時間軸轉跳 第一款修修風神 台灣代理商是和米式遊戲 實際名商為Mofan 母公是為中國的艾瑞克資訊 最近上架的遊戲是超級英雄 從過去的蘑菇、蝸牛、魚、狗、青蛙等 人類的差畢真的是越來越怪異啦 不知道下一款會是什麼動物了 然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中國廠商很喜歡用 揪模式轉刀當素材 甚至還紅到有人把這個做成遊戲 那這間廠商跟eFan其實有點相似 上線的遊戲白款以上 但活下來的也變不多 說到eFan 經驗都快過一半了 還沒有新遊戲的消息 倒是上個月又收了一款 希望你真的是在籌備代理一款有意思的作品吧 好好經營現有的遊戲 千萬不要再搞事啦 那講回到遊戲 玩法其實有點類似點擊類的變種 但體驗上真的非常的不怎麼樣 畫面表現也很一般 還是說我已經跟不上時代了 現在年輕人都喜歡這種極簡風格 他們還有另外一款非常像的搭搭傳奇 就除了美術不同以外 玩法都大同小異 不知道未來會不會上架了 但這類遊戲的賣點是永恆不變的 想找花錢的地方絕對少不了一點 老實說你也不是什麼新廠商了 但怎麼越做越簡單 要不乾脆以後省掉那些無謂的過程 直接依照消費定排名就好 簡單俐落 也讓那些有錢人可以快速滿足成就感 然後再花錢召集了公讀生 定時捧捧他們的懶怕就好 這個點子怎麼樣 說不定在台灣會有奇效 未來真的賺大錢的時候 記得來回頭提拔小弟 目前遊戲有58萬人預約 但光榮的人氣看上去是挺慘的 可以跟上一款號稱120萬預約的 悟空在線等結敗了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再來是了不起的AI修仙 台灣代理是悟空數位 商店掛雲商是王德Global 實際上為中國的星邦互語 過往上架過遊戲都挺妙的 各種廉價換皮 甚至還幫公司拼命上價值 什麼關注社會議題 並承擔社會責任 持續挖掘遊戲正向價值 用有趣重新定義世界 積極促進世界對中國文化的理解與欣賞 我只知道你們這些公司出的廉價換皮 這幾年每次端出來 除了讓人唾棄以外 好像也沒輸出什麼文化價值吧 那官方自己釋出的預覽圖 都長這個樣子了 應該不會有人期待這款遊戲吧 而遊戲也如齊名 有AI繪圖的痕跡 像是官網的圖 以及遊戲的內部 當然沒有後面要介紹的另外一款來的誇張 那遊戲的玩法其實跟他們以前另外一款 天劍情緣差不多 都是同模版改出來的 我以前也介紹過 輸到這裡 我還挺佩服他們小編的 那可能遊戲都已經涼透到無人問津了 到現在還能保持更新 真的是挺敬業的 基本上這個遊戲就是打開後 就會開始全自動模式 也是各種金光閃閃跟紅點點 真的除了輸入卡號跟儲值以外 找不到需要用戶的地方 就你想要趁個AI熱度 好歹塞個ChartGPT 不然只是在搞名字替換以外 根本毫無區別 不過遊戲那部倒是挺誠實的 有各種比拼名目 比拼消費 比拼壘儲 比拼單比 比拼搶購 等等等等 這個廠商也是很聰明 只要坑挖的夠多 總是有四盒韭菜會掉進來 真的辛苦你們了 專門為了練才做了一款遊戲 我想這就是你們眼中想像人展示的中國文化吧 我在此真的充分的理解並欣賞了 再來刺熱戰績 這在之前有稍微講過 這邊就繼續補充吧 遊戲在中國叫做戰火使命 陸服在去年的8月15號上架 開發商是大龍網路 台灣代理是共和國科技 原因商是掛在一間ePlay下 根據他們第一款沒上架的遊戲 迅龍傳說 還有近期的妖夢幻視 留下的mail可以佐證 他們實際背後 原因商為中國的樂意互動 遊戲最早是在2020年公佈PV 就在2020年下半年突然消失 直到2023年復出 曾經有被中國網友抓到有苗圖 明日方舟美術的嫌疑 但因為相關影片已經下架了 真相為何就占不可考了 如果你知道的話可以在留言補充 而根據官方後來的指數 開發團隊已經重組了 接著就是公佈一個美術優化 其實一看就知道變成AI化了 我都不知道這場上有什麼毛病啊 為了所謂的降本真效 已經本末倒置了 甚至在台灣的宣傳圖也是滿滿的AI味 這個遊戲在2022年7月又已經上架了 剛實施由中國的另一間妙趣網路發行 但基本上也已經死透了 遊戲打開也是滾服直接滾到外太空的類型 這種老槍狐一看到就直接退出刪除了 但身為專業的情史皇 毒抗就是要比別人高那麼一點 才能繼續品見下去 遊戲開頭直接彈出了這個儲值廣告 這個立繪的廉價感直接拉滿 什麼詭異黑捷克風格的縫合美術 讓我建議這個直接電死 就真的也不只這張 後面好幾張的拼貼跟縫合感都很重 還有這張你可以放大來看 如果你查到Photoshop就會發現 是去背沒有去乾淨的痕跡 或者像是塗層錯誤 君子可以表演切割大拇指之術 以及可能修過頭 但可能美術不會補或懶得補 所以這個手肘只好犧牲破損 就真的吐槽不完 但凡你認真看一眼就會發現貓膩了 就想以色色為賣點 卻各種偷工減料 真的不要指望其他方面會有多好了 廠商乾脆就只想靠召喚術來割韭菜罷了 這遊戲現在還能活下來 很大部分也是靠大量AI來輔助 甚至省去找專業的畫師或者做後期的精修 大幅降低了成本 玩法方面也是很典型的數值放置 這種遊戲真的除了把課金做得很豐滿以外 沒有任何一點可取之處 就我實在也找不到任何的理由 為何願意在這款遊戲上逗留或者消費 市面上隨便挑一款都能爆殺吧 除非你真的很喜歡這種AI繪圖 接著是Overworld 納薩利克之王 台南代理商是伊亨 原應商是GameVAA 也就是凱因網路啦 本款遊戲的開發商 這兩年在台灣根本就是強強聯手 當初也不知道必戰是不是哪裡中邪了 居然選擇代理這款遊戲 遊戲在去年11月20號入伏公車以後 就一路往地獄狂奔啦 目前還開了一個半週年慶 希望你是還能撐到一週年 我本來看這遊戲是IP改 又是凱因網路做的 已經集滿死神三教術了 所以我沒帶來多高預期打開來玩 但可能不知道是不是答辯吃多了 其實發現它也並不是完全爛得一無是處 前期的主線至少還是有配音的 劍魔其實也沒有想像中這麼崩壞 但我後來回樓仔細看了一下這個劍魔 嘴巴幾乎都被縫合起來了 一動也不動 全都不如一隻蜥蜴 但它並不是我看過最爛的IP改劍魔了 所以這邊姑且放過它吧 在場景態度上還算是有點巧思吧 也並不是放了一個假大廳 跟之前那款黑色五月草M有點類似 但整體做的比較單薄 而且不能調整視角 且互動商較少 它的自動戰鬥還有可微調的設定 除了戰鬥特效比較廉價以外 怎麼好像還行啊 然後我想說也就中規中矩 可能沒有網友說的這麼爛的時候 接著玩下去才發現 真的是狗改不了吃屎啊 依舊是內容不夠 關卡來湊 曬了一堆拖台前的戰鬥 然後主線解到一半 強制你要解支線跟養成人物 然後再用那個等級卡爛你 玩的真的非常便祕 然後我在看那個回顧劇情後就發現 隨著你主線過的越多 那個內容量是越縮水啊 以及除了原本動畫就有的配音素材外 其他的主線對話都跟啞巴一樣 真的是能省則省啊 然後又是經典的在活動裡面塞課金內容 看看這個忠誠之理 向無上的至尊獻上你的鈔票吧 換算起來才一萬元 修啦 然後抽凱又在那邊搞碎片機制 而且這個限定角色的建模也沒有特別好 但10抽居然直接給你破千 甚至包含古王本來只是協助戰鬥的後台 也是可以抽取跟換的 真不愧是你凱因啊 其他我也不想多提了 過往我已經講過恩迴了 只要跟義亨這個廠商有關聯的遊戲 通常都不會是什麼好東西 信者很信 假設你不信 請你親自入坑感受 再來是 魔王我不累 這次找來了網紅團體這群人中的 展龍展瑞來代言 那台灣代理是魔法屋互動娛樂 之前在介紹萬鈴召喚師的時候 有聊過這間廠商 才倒掉不久的蒼雄幻夢 重新繪圖轉身上架後 又在半年後死去 也是屬於那種在台灣聲勢很迷 但廣告代理的遊戲非常多 這邊隨便舉幾個 像是純白魔女 雀魂麻將 斜槓勇者 暗影英雄突襲 超能世界 天井傳說等 唯一商年有掛魔法屋互動代理的 只有最早期那款純白魔女 但後來的官服公告有說 它可以轉移到路板去 就不知道是廠商爭取來的 還是原廠SE受益的 又或者台服 本來就只是個掛名 那這些遊戲背後的廠商也都是不同公司 目前也沒明確指向誰 未來如果有挖到的話再說 另外一個關於魔法屋互動娛樂的小資件事 負責人有成立另外一間 說人話有限公司 那根據簡介說明 是在2000年成立的中型廣告公司轉型而來 不過這間公司是去年才成立 那魔法屋互動則是在2017年 兩邊的資料都對不上 那恰好符合這條件的 高爾斯同弟子的 凡瑞特有限公司 成立於2000年 曾經也參與過純白魔女的PP製作 公司的簡介上也有寫過類似的介紹 中型媒體代理商 創立於2000年 那尋線查下去 就會發現 魔法屋互動娛樂的負責人 21年的時候有成立一間 世界媒體製作的股份有限公司 其中的監察人恰恰好就是 凡瑞特有限公司的負責人 當然這一切有可能都只是巧合啦 只是看到這背後的關係的時候 覺得挺有意思的 順帶提到一下 與超能世界的相關資料 商店運營商Galachio Games 是中國冰川網屋的海外發行品牌 它目前遊戲的最大特點 就是宣傳圖跟廣告 跟實際主推的核心玩法 完全沒有任何關係 拖著你點擊它們其他遊戲的官網 轉跳到下載畫面的時候 大概就會疑惑自己是不是看錯了 其實就是將另外一款 獨立的休閒小遊戲 組合進遊戲中 當作影子誘導玩家下載 但它的主要玩法 仍是放置卡牌 SROG等其他遊戲 不過遊戲最早也並不是這個樣子 冰川網屋在2020年12月 推出英雄戰記的海外版 當時砸了非常多錢宣傳 想說可以躺賺了 結果成績不只一般般 而且還慘虧 後來在2021年底左右 不玩的英雄戰記 嘗試加入一些簡單的小遊戲在遊戲中 意外獲得不錯的商業表現 而隔年2022年 一款源自於抖音或者微信上的小遊戲 拯救狗狗 隨著各大社群媒體的傳播 越來越熱門 甚至還有廠商直接把它做成APP 上架到海外去 而冰川網路也趁著這一波熱度 很快趴的一下 將這個玩法更新至英雄戰記 結果成功的讓這款遊戲起死為生 相信當時不少人應該都被這看似 舊狗狗的廣告洗過一輪 於是後來冰川網路就開始複製這個商業模式至今 也確實給他們好幾款遊戲帶來不錯的營收 另外提一下 像拯救狗狗這種畫線抑制的解謎玩法 其實也是蠻早就有的 像是2018年的快樂水杯 或者再更早一點 2015年的腦力風暴 也都是採用這種畫線的解謎玩法 雖然兩種截然不同的玩法 截而起來看起來非常的奇葩 但其實也並不是無跡可循 這種遊戲也有個非常經典的案例 俄羅斯的遊戲公司Nexus 於2016年上架的英雄爭戰 在2000年前後 相信不少人都看過 有個要我們如何殺死英雄拯救地精的廣告 他們也都採用這種虛假誘導性質的宣傳方式 都是在下載完之後才發現自己被拐了 那會採用這種廣告的宣傳方式 也跟他們的母公司Predrix脫不了關聯 這間公司也非常的有名 旗下推出的夢幻水族箱 夢幻花園 夢幻家園等 都在近幾年的全球收入排名名列前茅 而在早期的時候他們就使用大量虛假 且帶有誤導性質的廣告文明 也因為過度濫用 在2022年時還被英國的廣告標準局 下令禁止投放這類廣告 也是英國第一件因為投放這些廣告 被限制的遊戲廠商 而後來廠商把廣告這種玩法 跟遊戲中的佔比做調整以後 活得有聲有色 甚至我們也能在其他遊戲 像是之前被沿上過的口袋騎兵 或者姐妹座 最後的戰爭 建築大師等等等等 或多或少都可以發現這位大前輩的蹤跡 目的都照吸引用戶下載遊玩 篩選潛在客戶 真的不要懷疑自己成為韭菜的可能 有時候適不適合當韭菜 還真的是被大數據篩選出來的 雖然我個人非常不喜歡這類廣告 但事實上從下載跟營收數據上來看 確實非常有效 所以廠商才會一路沿用至今 回到無望無Blade這個主線 營運商是StarwaveNet 又或者另一個名稱Happy Fun 尋線追查過去就會找到一個空殼網站 通過一點簡單的小技巧 可以找到上游網站 營運商為中國的極創網路 再一向上溯源 就會發現該公司是由中國某地方國企持有 也是很典型想進場撈一波快權的資本家做法 而這間公司在海外早期的發行品牌為Recreate 那這間公司在2016年就有來台上架過幾款遊戲 像是聖光騎士團跟神之戰3D 但都非常冷門 很快就收攤了 後來讓他們比較有起色的作品 就是2022年上架的Gardenis Era 放大看了幾張遊戲的預覽圖 我個人覺得應該是有AI作畫的痕跡 但由現在我就不去追查了 已經不是本社的主角 那我們回到本社的遊戲 遊戲中的美術 除了背景的建築有些不規則外 部分角色的髮尾結構 上色方式 有明顯AI作畫的味道以外 還會出現明顯解析度下降的狀況 感覺就不是同一時期的產物 也是有些角色看起來是挺正常的 整體的Live2D做的是比前面那款吃肉戰機正常非常多 至少看起來是沒有把專業的美術人員去掉了 廣告宣稱送4096抽 實際上就是一天上限連一次 最後總共累積到4096抽的玩法 這個手法有沒有覺得很熟悉啊 就是去年年初上架的馬賽克英雄 當時也是說會送1024抽 但你要連續登錄103天才能領取 不知道有沒有觀眾玩超過3個月的 要來發表一下感想 而這次要登錄304天 希望陸克人你可以堅持到最後 不過巴哈的遊戲介紹中其實也有寫到 你也不能說他是完全的詐騙 雖然我不知道多少人有注意到啦 順便提一下馬賽克英雄 日服前陣子還有聯動P5系列來加大片刻的力度 台幅除了跟啾啾聯動以外 啥屁都沒有 真的就算被割爛了 但與比別人差 那些廠商總是能活得滋潤 混得風生水起啊 這就是台灣人的草根性 問你服不服 遊戲的整體基調其實跟 馬賽克英雄也非常的類似啊 就是以香樹峰、Live2D、高福利當噱頭 但實際的玩法就是非常點鐘點的放置遊戲 以前只要碰過幾款應該都不陌生了 但他每次都是推出來噱一波 然後沒多久就會做出艱難的決定了 就真的用來打發可以啦 但真的不要花錢在這鬼東西上了 再來稍微提一下老常客陸珠吧 最近比起過往 相對低調的上架了一款 像殭屍開砲 玩法跟之前的甘道夫行星拉差不多 都是簡易的無雙加數值塔房類型 遊戲的開放尚為中國的大夢龍圖 過去像是暴走小蝦米 或者剛提到的甘道夫行星拉 都是他們開發的 也都是先上架微信後 再發展到雙平台的小遊戲 那他們跟陸珠合作也並不是第一次了 2019年上架的直到我中了一件 也是這間廠商做的 當時就只有陸珠拿下台服的代理 當然這款遊戲現在已經倒了 常看我的影片都知道啦 這種遊戲的特點就是必須瘋狂砸錢 而且持續性的打廣告 不然一般人根本不會特別關注 而且退燒快流存率很低 而且也不是每一款都很成功 像在中國非常紅的鹹魚之王 在台灣的表現就很涼 怪他這類遊戲的開放門檻相對不高 以及現在有AI輔助 像前面提到的幾款也是 只要有那些自媒體點名什麼 某某遊戲出海爆火流水多少之類的 很快就會被銅塵盯上快速複製 一窩蜂進來分食蛋糕 而且現在這些廠商在海外的運營模式 已經越來越成熟了 以及還有現在越來越強大的抖音護航 未來這類遊戲真的只多不少 那以我對陸珠的了解啦 現在不論台日韓都還是以MO為主體 看起來重心也沒有放在這種小遊戲上 不然前陣子早就廣告滿天飛了 我們就去等他們的主菜上架吧 然後最後一款是我叫MT英雄歸來 最近也開啟預約了 那這個遊戲我在前年的時候就已經講過了 它就是陸服的我叫MT歸來 這邊也不浪費各位寶貴時間了 感興趣的話 待會可以透過右上角連結過去 目前這個遊戲在陸服也是一個兵為物種啦 急需久久的晶圓啦 有時候越看越覺得 台灣真的被當什麼破爛集中地了 什麼狗屁都能來圈錢 這邊再加碼補充一個觀眾留言問的 王子編編編 台灣代理是河馬娛樂 商店雲商是方舟遊戲 根據資料判斷為中國圖遊遊戲新創立的發行品牌 這間公司早期都是做一些博弈產品 像旗下的捕魚大作戰 在中國一直都是名列的錢貓 最近還發行了一款歡樂釣魚大師 這個選題非常好的避開跟其他廠商競爭 讓他開服就拿下不錯的成績 那本次介紹的遊戲又是微信產品來的 為去年上架的赤神光之覺醒 玩法其實跟之前那款修修風神非常的類似 而後來我查資料發現 他們的設計元素都是參考另外一家韓國廠商 Roder Complete 於2022年上架的史萊姆傳奇 有意思的是 這間負責發行的俄羅斯公司AppQuantum 在2022年底就獲得來自Predrix的戰略投資 未來雙方將會深度合作 相互交流行銷經驗 真的世界是個緣啊 繞來繞去都離不開他們 那回到本次遊戲 主視覺明顯就讓我們聯想到 古王排名這部動畫 還有像以前的BB戰士 這也已經最近常看到陸服小遊戲的組合技了 把熱門動漫遊戲的IP套上 例如像前陣子的轟天騎士團 或者超級全爸爸之類的 也如同我在之前講的 門檻低好複製 就會有越來越多人進場 我真的對這類微信產品沒什麼好感啊 就你愛玩去玩吧 再看看下一款的IP受害者是誰了 結論 今年花落顏色改 明年花開 附誰在 其實最重要的 還是要各位自行學會必坑 主動去了解一下廠商履歷 再自行去找到符合你理想的遊戲 如果你覺得我講的跟你想法相左 非常歡迎你選一款陸坑去親自感受 務必花點真金白銀增加帶入感 畢竟人生有些路 還是得親自走一回吧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冰德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幫我們買繼續賬水 走一個 快點 快點 謝謝 走一個 跟我們 做朋友 大家好 我們下次見